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宋宁准备的这一套还是给人一些惊喜的 对的 这边刀妹搬掉了 另外一边果然没有搬 先抢赛拉斯 对 还是一样 刀妹被搬 我觉得 还是不错的 刀妹的话其实Forge玩得真的挺好的 挺好的 Niko 直接先拿Niko加拉斯 拉拉斯的话也是 宝兰上场他主要是什么 他主要Q很止于发现表 对 几次先手派克 派克就把他Q到 然后接控制直接秒了 是的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派克为什么我又来了又来了 哎 为什么我说要搬拉克斯呢 就是派克是很怕拉克斯的 我觉得 又来了 别想了呀 这还能是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 哎哎哎哎 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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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 啊 卢仙马哥这把要带妹了啊 也行吧 这个组合也挺厉害的 下路是猫咪加卢仙 你看看派克都乱斗了 来这里面下路怎么选 宋宁 宋宁聪明啊 我拿出来这个赢了 我继续用 哎 输了我就 哎 我一换 对吧 而埃及这里下路是不变的 霞加上一个拉克斯 第二轮的BP直接搬掉了黄子 宋宁这里要搬什么点啊 雷队赛吧 嗯雷队赛可以 雷队赛搬 对 要把宁王初期的一个 打野鞋都换一下 这把我觉得没必要搬千绝了吧 没必要了没必要了 这把这个这人好像不怎么怕千绝对 对千绝搬是因为克制派克嘛 这把我觉得雷队赛得搬 雷队赛要搬 雷队赛前期还是太强了 嗯 然后再搬一手打野的话 如果你硬要搬就搬金刚影 但其实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可以留下来搬一下自己 这边会搬扇子妈呀 右边 右边搬扇子妈 可以感觉Maple可以来手中三扇子妈 对 然后上路把塞拉斯摇到上路 或者说我扇子妈和塞拉斯做 兑换摇摇摆摇摆位吧 哎不过苏宁好像一般拿这个 塞拉斯Maple使用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嗯 就是我搬那手勒布兰 那勒布兰这个赛季的胜率真的是低的可怕啊 他仓来选的人也比较少 是的 关键最最可怕的是还有十三十三掌搬了 嗯 可能第二轮搬的 对 第二轮可能选到一些比较怕乐福兰的英雄就搬了 是的 宋云最后一选最后一半 要不要继续给打野 还有班的阿卡利 阿卡利这把差点放出来 哇 这个阿卡利现在也是打LNG和IG才可能会选出来了 这个感觉要瞎子点哦 杰瑟 杰瑟跟妮可 两个线霸 最后再给宁王拿 反正宁王那边还有一些绝活英雄 是的 那宋云那把队线还是吃力啊 IG今天赶紧吃准了队线了 三把都是拿队线阵容 就跟你硬拼队线实力 这三条线的队线都好强啊 只要我队线一打开优势我就挖矿 哎 龙龟吗 绝活头绝头 拿什么打杰斯呢 这几个英雄都不好打杰斯 赛恩怎么样 对不对 我也想的是赛恩周路 而且赛恩可以 赛恩跟妮可跟杰斯都能吹 对 鳄鱼 鳄鱼要抓杰斯吧 应该是 然后赛拉斯去抓妮可 站好一点 三军 哎真的觉得可以 真的可以赛恩 可以赛恩 真的可以赛恩 这个阵容 你如果是赛恩仁助力的话 直接搞一个赛恩 可能还是看 可能还是ID的问题 对 嗯 最后一手的打野位 哎 记得打野您会拿什么呢 蝦子 蜘蛛 其实还挺多的这把 挺多的 对 这霓王的上赛季的首次选用 上赛季用过 但是好像都没赢 效果一般 没怎么赢反正 对 效果很一般 但这把有一个好处啊 我觉得对线强 你三条线对线强 胃很舒服的 你就刷 刷到六 哪条线有优势了 过去捶一下 然后继续把对线继续养肥 这是养对线 养对线的一个流派 对线好难打呀 苏妮这里 苏妮这三条线对线就下落还行 压力来到了韦韦身上 中上还是难打呀 是的 这鳄鱼跟赛拉斯 不论是面对对方两个英雄 都是手短打手长 这边选鳄鱼说实话 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你选回来 我是觉得真可以来的赛恩 赛恩打这两个英雄 我觉得都能打 是的 而且最好是与赛恩对上杰斯 很舒服的 最好是对上杰斯 不过对面这个阵手 好像老人不是很好用 因为比赛里面 确实太难用了 好的 比赛开始 看一下双方的决胜局 这把也没后期的 全是前中期阵容 是的 感觉前中期会打得非常的血腥 惨烈 惨烈 加油 加油 好萌啊这些东西 太可爱了 苏宁加油 春季赛输了都赢回来 苏宁这代戏的话 我觉得比春季赛较强的 要好很多 要好很多 因为他们春季赛感觉还是有点 这个谁都不服之类的原因啊 无限看好苏宁阵容 很少见上校这么的 他觉得一级对线期开始 苏宁就无敌强 好吧 是吗 真的想问一句 是吗 只有下路好打呀 我觉得鳄鱼打 尼扣 赛拉斯打杰斯 都属于不好打的对线吧 上校的游戏理解 他是超错版本的 对对对 强攻 这边的话 烈食者 你这把的话 带来个鱼 这对这把不缺伤害的呀 你为着老老实实 当一个前排就好了 看一下吧 中路杰斯队就压到塔下了 把我打成这么好的 这个对线 中上吧 中上反正不好打 下路不好说 下路我觉得卢西安跟猫咪 可能还反而稍微主动一些 强一些 那这个60%的优势 从哪来的呢 有前期反架吗 可能是一级打一级团 一级团也太扫了吧 哎 这里把打得不错 漂亮 马哥卢西安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招牌 呆妹绝活 但是中上真不好打 中上我找不到 理由好打的 中上 现在上路已经很难受了 中路也很难受 虽然选个鳄鱼是真的挺意外 选鳄鱼只能叫打野 那摇打野过来 你能抓一次 还好说 你要不摇到打野 抓不死的话 就一辈子被压 其实也还行啊 因为这一把下路是优势嘛 对线 九筒就专注于中上 对吧 中上这两个人 虽然说对线能力很强 但是也很脆 也好抓的 也好抓的 对 其实这个还可以 护盾猛击 是的 在这把的话 是带了一个鱼震 海拳和攻速 感觉跟建模打野 一个思路吧 这两个英雄都属于 不缺伤害的 对 哇 是真难打呀 本场就是看泽萨的第一视角 这可能就真的说是 比较比较擅长这个英雄 对吧 要不然我觉得没理由 选鳄鱼的 但讲道理啊 你擅长这个英雄 你也要分那什么的 版本的 就你也要分对线打谁吧 对不对 对 这也不敢打的呀 你打起来 杰斯跟那个 妮可过来 这边的蓝还在啊 看一下宁怎么选 因为刚才的试一试 应该是看到了 看到了九总身上 是没有蓝buff的 哇 这上路好难受 哎 这这可能就只能说看ID的 这个 上路九总也是三级 过来先拆压回家了 您这里 哎 其实这一波可以入侵啊 上路压险压成这样了 对吧 主要是没视野吧 嗯 视野没有没有看那么清楚 对 他可能默认这个九总 刚刚没有打三红 直接打蓝去了 这里的话 直接自己再刷 女王现在在野区 而是有主动权的 他可以率先回家 控下路的核心 是的 打得好的话 应该是一个双核心开局 比如这一波 线上是被压了 这说实话比上版还惨呀 这个 因为鳄鱼他不像坎南呀 鳄鱼这个英雄 我们都知道对线绷输一半呀 对不对 对 坎南中期团价还能混 很少见什么鳄鱼对线绷 对线绷输一半的天使 对线绷输得很厉害 我刚刚提醒你 对 对线绷输得很厉害 结果第一线猪龙刀 要打野 这一波有机会的 也是这 但是对方有打野在后面蹲 他走在这个位置就明显了 一级的冲荡 扔上 红霸黏一下 韦韦这边很尴尬 可以脚闪线继续 A A一下 这下被动的这下好痛啊 哎呦 这个TP过来 还有TP的吗 塞拉斯还是塞拉斯 这不怕的呀 问题是 这边再加TP 能换一个不 宁王这里是没有闪现的 宁王这里是没有闪现的 宁王这里是被换掉了 还可以 这边马哥给了一个TP 马哥都赶到了 这说实话把马哥都惊动了 哎 说实话现在苏宁打的很有意思 他们很团队 你发现没有 这第一局开始就是只要亮一个TP 你想跟我继续打 我就继续交TP 继续 哎这边一拓被拉到就没了 走下这一波就得拉了 漂亮一心的拉到 哇 这一波的话苏宁打回来了你去啊 这一波 居然是 左扇 优势了 优势了 上路一换二嘛 对 左扇有点太浪了 这一波 越来越来越来 这就是爱奇的一个老问题了 打出来一些优势没走 然后又被苏宁追了回来 这样的话 塞拉斯拿到一个人头一个钟 这边鹅鱼换到中路 正好把这波线吃了 再回上路 没有那么亏了 这样我想到了赵俊日 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不是这个 之前W一战的韩语翻译吗 然后他就和很多韩国的俱乐部教练 包括像SKT去聊 他说啊 其实像就那种个人能力很强的选手 是很难带的 为什么呢 你让他稳一点 然后他会说 就他会说这波我确实没打好 不是因为我浪了 而是我操作没有躲掉他的技能 你知道吗 这选手全是 脑子里全是这么想的 你也很难改变他的想法 就很有意思 就只能任由发挥吧 对 这边又异道了 6级了 这边BioBio的话 总算把等级是先追了回来 当这波阵亡对则 照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呢 是的 BioBio也是出了一个双多蓝 抗抗压 但是现在还是难打 这Q还是疼 你6级 Niko也6级 但是下路这边对线 马哥是很舒服的 还有优势的 马哥能不能够顶住 马哥是交了一个TP支援一波 回来之后 他还有不到的力量 是的 就等于说这把马哥在下路 是打开了一个很不错的领先了 对 然后中期阵容嘛 苏宁这里中期阵容 上路鳄鱼现在也盘活了 其实整个的局面 对于苏宁来说不错 就是这一波上路一换二呀 对 居然是化被动为主动了 你往这边感觉 是要自己拿了吗 这边拿完还会到六级 你往也是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到六很关键 这一波还是视野的盲区 不过前面就有了 下路可能会硬开 这个位置有个机会 没扣到 开为一个回身的位置 没扣到的话 没机会了 这波Q到马哥有闪 马哥这边也很稳 下路对线很难受 不过这下没打到 直接选择了偷龙 魏由于自己三环的特色境 他打龙是很快 非常快 九统在上路出现 这里又是 这把想明白了呀 要帮上路呀 这里硬杀的话 没那么容易吧 不过现在没异技能 怎么说 这里一空了 应该有了 他能不能换一个 九统插一下 能换一个 还是换掉了一个 可惜是宾宾没扛他 对 宾宾扛他 他感觉有一线神机吧 毕竟他身板还是比较硬的 但这边发现了 九统在上路以后 直接宁这里是入侵了一波 宾宾还可以继续给下路 刷身组压力 是的 那这把的话 刷的尼扣还是有点难受了 哎呦 过去来晚了 我们来晚了 火龙也没了 这边和谐还马上刷新 宁王的角度还是在的 不过上路啊这里是把一个很难打的队线 盘活了 这真的是硬靠韦韦 还有那波TP过来的 两兄弟把这个局面盘起来了 呱呱现在 眼含热泪 感谢队友 感谢队友 让我重新的回到了游戏 要玩这把比赛真的跟他没关系了 感觉 是的 照他前面那个局面好难打呀 我必须要说上一把这么做的话 我感觉上一把苏迪是很有机力赢下这场比赛的 对 这把想起来了 要照顾一下小老弟 对 小老弟得帮一下 小老弟现在很肥 而且已经出了水银血了 这样的话好打很多了 好打非常多 现在反而是则赛上路不是很舒服 则赛里面虽然有两个头 但是他的尼扣现在已经压不住这个鳄鱼了 对 鳄鱼现在可以肆无鸡蛋 而且对板的话也吃了一些肚层 上路的话两层塔皮 这鳄鱼真的挺肥的了 完全把这个前面的一些小烈士打了回来 而且现在九筒下一波又是有一闪大的一波 还可以继续来上路 但尼扣回到线上还是要躲避一下尼扣的技能 被打中还是非常痛的 是的 那尼扣在线上还是有主动权 但是 要叫凝王吗 这里不是想做入签 刚好抓住了 直接锤了过来 给电燃了 哎呦 要被单杀了 我 这里就能闪现差一点点好像 抱着脾气好大呀 他直接垂在你脸 然后挡你这个一技能 还没办法的感觉 蓝马菲也拿下来 上路可能要继续了 这有点瑟瑟发抖啊 efio efio说完了 刚才把我的大哥没了 能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吗 这个感受到对面团队的温暖 好像感受不到 这波水都很漂亮 顶出去打 一技能双翼加闪现 哎 这波很热的 还能继续走 一炮被打到 有一炮 控制是给不上了 闪现可以减速 但是塞拉斯 团队温暖 老大哥救我 塞拉斯直接偷一个责战的 你敢过来吗 我有你口大招 而且九筒活了 九筒这波是有闪现大招的 这一波的话感觉不太好打了 一个一进的没中 宝来也是将军的一个跳舞难 必出背后的闪现 哎 标标 这一波就证明了 老大哥们帮我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小老帝果然没白帮 这一波打的比上一波也可能太多了 是的 但是小五星风 你有什么想法吗 直接拿小五星风有点暴躁了吧 拉克斯不在 这边是稍微压一下塔皮 但是这边叫队友过来帮了一下 还想来 尼王 这波你没大招 没闪现 不死心呀 小老弟 这一波感觉会出身了 但这一波尼科也没大呀 尼王感觉可以直接上了吧 这怎么上啊 他正面不知道那边河道有没有眼 他只能在这里等 等的话等不了了 那个冰线过不来了 刷蛤吧 刷蛤吧 手机能打到 凡箱走位一下 这边正面就想什么 让泽萨尽可能的消减他的血线 然后月塔的时候能够快一点秒掉 这边在拼 过来了 什么意思啊 正面 这个冰线 硬亏线 让这个冰线 让这个冰线塔 这个血量有了 大家也转好了 直接秒了 换一个吧 这样闪现 没有死 这边塞拉斯下来 而且美波TP的位置不是很好呀 想过来硬打 火箭腰带可以拉到 手机能骗出了则蛤的闪现 卫卫有闪现有大招 这一波一炮双翔 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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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炸一下 走车躲下 但躲不着这个 还是被炸死了 两炮双翔 好吧 这一波卫卫太关键了 我说说IG这波太勉强了 好吧 这一波简直是不把我哔哔放在眼里 酒桶跟塞拉斯支援也很快啊 支援非常快 然后苏宁现在其实在整个团队的支援的 协调性上 其实要好 要好过IG的 这一波在中路再补一波线 下路直接洗脸了 很痛很痛很痛 这一波洗脸洗得很痛 这个局面帮我说了 苏宁现在前期是有优势的其实啊 对 而且这一块上去打了 只能说帮打狭鼓前锋 这个狭鼓前锋是要落到苏宁手中了 主要苏宁的钟也好肥啊感觉 对 而且架一条火龙 IG也不好去争夺 因为苏宁的下路是优势线 对 现在这个局面苏宁是掌握了一个小优 而且惹善了Niko这把的话 没有那么爽 对 没有上一把打那么舒服 因为上一把的话 几乎是没人能管得了他的 是的 这一把的话 这匹马有人来 这一波过来硬Q 一下塔两下塔 三下塔交出闪现 这一波赛拉斯 关键是一一加火箭腰带 能够直接追上 主要是B数里走下一个闪 对 这九筒的支援 哇 这真的是 太爽了 两个智能两个头 九筒这两个头补回来 以下就把刚才的力士全打回来了 火龙这边可以直接拿 火龙的话两边上单都没GP 要打斯威斯 但现在打斯威斯的话 苏宁是不怕的 正面萨拉斯看一下 有火箭腰带的成装 杰斯这里也是 杰斯装备不错 杰斯也有一个单杀的 对 这边正面4v4 马哥是 有破败 对 大过JK的一个作战能力的 然后中路的话 各有先 对 中路也差不了太多 对 差不了太多 这边直接放下 我先锋压下路 这个很聪明 你这边过去火龙处 先占位置 但是我直接过来给你打了 马哥这把打舒服了 这边下路又来打 但是这波是4v4 旁边有萨兹萨兹出草了 感觉埃及这波是绝对接不了的 正面萨兹拉 偷了一下位的大招 嗯 下路塔的话 可以先拆塔了 我觉得 对 可以先拆塔 杰斯过来打了一炮 杰斯已经没有poke能力了 这个塔直接拆掉 九层过来压一下 我一切塔拿了 哦 老贼这把很肥 对 旁边是G 你挡这个位置 还是有Q 直接过墙 但是这把苏妮前期已经有局面了 不要不要这边被减速到 但是自己是死不掉的 而且这边把蓝直接打空了 则晒 正面小蓝打这个九筒 Q的很准 这波保蓝的一个Q 但是伟伟有秒表 反身直接给大 这边被也是大招直接 瞄准了伟伟 这里伟伟被秒掉 杰克拉的状态也不好 直接给一个加速 能不能被减速到 减速了一下杰斯 哦 没法追了 杰斯的状态是最好的 对 没法追了 打野的互换 IG拿了一个杀盘 但是苏妮的话 这一波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下路 推到了医学塔 对 而且这边视野不完了以后 甚至等会这条火龙还是自己的 这把比赛就比前面 前面两把激烈很多了 两边的这个局面 一直很胶着 但是现在苏妮 凭借前期塔的这个肚层 包括医学塔 已经创造了一个将近两天的经纪领先 是的 这把苏妮打的 虽然没有用处这个派克阵容 但是他们前期的对线打的 比上两把出色很多 其实还是让马哥的下路啊 出息能够有很多的这个作战力 你派克他毕竟不是一个对线英雄 对吧 对线很难受 前面两把马哥辅助了两波 两盘 这把的话是直接掏出 EDC 打的还真不错 本来就是打ED的 当然真不错了 就感觉好像是辅助转ED的一样 对 马哥这路线确实有东西的 又是火龙 两边的上单都没有TP 但是泽赛是回家的 这波泽赛好像是想去尝这波火龙团吗 哦是的 泽赛这边来了火龙团 有装备有装备 想来尝这一波 鳄鱼上路看一下他怎么选择 肚层的话左边拿了多很多啊 1280多了800块钱 喂下来扫演 过来要秒要秒 但是鳄鱼可以游过来 鳄鱼游过来有点慢啊 这波可以直接先打 鳄鱼就很急了 要踢了再游过来的话就来不及了 没有踢啊他 没踢啊那就白给了 这一波其实是紫晒 提前回家以后往下走的 打了个时间 穿了埃及有双火龙啊 前夕2000块钱的落后 就不是那么巨大了 哎呦这一波对于苏宁来说挺可惜的 如果穿这波能拿下火龙 其实这一波他们完全可以打了 这边又要开了 大招直接给到 哎呦这边接Q没有接到 但是北北的血量很低了 而且那边舍舍也被黏住 舍舍没有队友吗 噢贼贼救我 贼贼来了 这边给一个破败 反身的圣江洗礼洗一套 这还是拉开 哎呦 但这一波反身的圣江洗礼 只是说逼退了埃及众人 其实这一波并没有把卢西安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作战优势给发挥出来 其实这一波是真的 这个火龙应该是苏宁拿的 对应该是苏宁拿的 这个阵容现在打火龙应该是可以接的 哎这里绕过来 JK的位置有没有危险 JK 现在卢西安过去吸 啊没有破败 没有破败 直接过去打 JK这边有闪现 闪现 继续追吗 噢贼贼也是很拼啊 这个闪现其实没必要了 这一波闪现换大招 换大招 意义不大 而且这一波都没让没让手上车 对实在还没上来呢 这个也在烟 看一下是一个杰斯 但杰斯的话 鱼想过来单杀 没那么容易吧 一锤头给你锤走 好 哎 偏一下切一下 这边就能打过吗 画这边征服着打出来 这边叉叉队友了 队友圈过来 给了点燃 这边打不过啊 对方有点燃的 哎呀 鱼鱼啊 闪现过来 但这边泥王也在附近 这边泥王直接卖了 好可爱 泥王这个Q啊 泥王 看见是看到 应该看到九筒了吗 九筒那边没有事业的呀 泥王也说 我凭借李信觉得你这波闪死兄弟 走好 但是这个是大人头啊 这个这个Forge这个人头是大人头 而且这一波鳄鱼想多了吧 我觉得 有点想多了 如果你等的是个Niko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你等的是个杰斯 他觉得这个杰斯 这一波把技能全交了 但是你看 第一时间他没有W定了 第二时间还是打不过说白了 因为他如果大招先开再把怒气攒起来 对 这样有点机会 他想着一下好像要等队友 但是又等不及了 他主要 就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特别对 他是看杰斯上去一套技能清兵了 对 他觉得自己能打了 但其实他刚才如果有怒气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杀了掉的 他如果想杀的话早就开大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觉得他少一个点燃嘛 是的 杰斯这个 对杰斯有点燃你 厄余的Q技能回不起血了 现在双方人头7比7 这一把看上去人头相对于前两局是少了很多 但是激烈程度是丝毫不逊于前两局的 不过现在苏宁接连破塔之后 把经济是扩大到2000左右的一个领先 刚刚那也是2000 然后IG这里的话有一个双火龙 是的 双火龙 啊 双火龙我觉得 可以接受 好像值一些钱啊 双火龙 而这个阵容拿火龙不赖 反正 这个阵容上路妮扣三个盒嘛 三个盒 包括你说拉克斯这里 稍微也能增加一点输出 但是宁这里还是选择了出战士打野刀 以及黑切啊 其实这个阵容不缺伤害的 对 反正要打 躲开了一拓 走下的所谓非常好 Q技能又打到打出了一半的血量 现在哈为基于回家 补一些睁眼出来 嗯 刚才有不大视野 宁现在经济是领先 但是他们这段时间很难扩大自己的领向 因为现在没有太多的资源点可以争 是的 现在老贼是装备很好 他现在想带领队友 来把这个局面扩大 但是刚才一直没有给老贼一波打团的机会 这段时间IG是完全没有视野的吗 这只有两个眼整个地图上 现在是说把视野稍微做出来一点 至少我觉得破掉塔的那两条线啊 稍微给点视野 你看上车子他这里整个地图是黑的 对 宋静这边的视野也不是很多 没有做太多的进攻眼 哎这波回去有龙刀了吗 这个鳄鱼 鳄鱼回去输了一个小秒表 没有一个秒表 这一波是想跟对面打团的 大罗巴夫要刷新了 男爵控制力两边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击杀手条男爵 击巴都能获得比赛胜利 是的 哎你看这个BiuBiu啊 真的是非常为团队考虑的一个上单选手 这一波秒表回去出的就是为了避免打大龙团 我进去没什么用的 对吧 我先摸个秒表 这样你如果非要逼我的话 那我可能会团战里有点作用 这把Ford好飞啊 Ford他主要都是一些单杀 对 两次soloq吧 对他这个单杀 他的经验也比较高 这一波的话回家做了忍者足剧 这一波要打水龙团 嗯 这波水龙团苏宁要接的 因为不接的话整个的阵型的时间 嗯 但是IG这波也很强啊 阿水也是做出两件套 然后杰斯的装备也挺夸张的 嗯 我们看一下两边的关系呢 两边上单都有秒表 这一波团战两边转眼都要打 看这一波 两边谁能先站好位置 尼克往上路移动 因为尼克这边有踢 而且Maple这里是偷了尼克的大招的 所以这波团战苏宁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两边这一波其实都可以打的 对 九桶这里有一个中亚 下回了 摸奖能不能先摸到 旁边或者让杰斯先打炮消耗一下 杰斯里面先甩两炮 对 九桶这里的装备也不错 对吧 有法权鞋 找机会炸回一个来先秒掉也可以 水泡打到了一个韦维 但是韦维不怕打 对 他这边有一个中亚还有队友帮他加奶 是的 鱷鱼的下路也是带一波线 正面怎么说想找机会 这边已经开了狼头 我们看一下九桶 后面是没有视野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后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是不太敢上 嗯 这边没视野了 这一炮打空 球技能炸了一下 伤害很高 苏尼先站好了位置 而且下路的话 冰线对苏尼的有力 他可以把这个冰线先推出去 对 正面这里 奶量好像也没 也是有很大练势 对 这个猫咪太能奶了 但这里的话选择了一波回家 看一下马哥要更新什么 马哥应该是个小装备 水银石带 水银石带 这个是很关键的装备 对啊 这一波是正面要打了 但是马哥回家这个动向好像被捕捉到了 艾基想直接开几条水龙 直接要开了 马哥有TP 回来 但是旁边被阴了一下 美波稍微被限制了 想到这样的话直接可以抓了 龙拿掉 艾基这个时候理智 理智告诉我我要撤 第二条跟第三条小龙 马哥应该是很想打的 但这两条龙团都会打起来 碰着尼科的大招 尼科这里逼出了自己的闪现 嗯 但这一波艾基也不会再接了 他们已经拿到水龙了 几个人过来手头塔 尼科这边是有TP的 火加可以补给完再提 蓝奥斯大招清一下线 正面只要把线清掉就可以了 这个团还是不好拿呀 因为这边苏尼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完美 其实这两波团是对于马哥来说挺可惜的 挺可惜的 那下一条火龙团 可能就是苏尼最后的一个 就不好打了 最后的一波机会了 因为这两波小团的话 其实像马哥他这身装备都是有领先的 但是马哥没有把自己的经济领先 转化成了一个小龙团的优势 是的 这两波龙团苏尼都没有接起来 艾基现在很聪明 他在B站 他在等自己的这边的阵容 成长到一个正面 能跟你打的时候 我再去跟你打 是的 上路直接是闪现或闪现吗 Maple Maple好像没交 Maple是别人拉开了 是自己的闪现 对 哎 那 当然是宁王的Q闪吗 Q闪 Q闪没打到 嗯 这波宁王Q闪到 他自己一个人也切不出这个萨拉斯吧 说实话有点难 对啊 这个 两件套 萨拉斯有 秒表 只能说 可能想换技能 我觉得可能想换技能 因为我wait 其实没有闪现 我团战里依然好进场 但如果你萨拉斯团战里没有闪现的话 你就很难受 可能就是为了是换一个伞 嗯 洋装我后面有人 不过Maple这些水银出的话 他第三件装备可能就出的没JK快了 是的 也就是说在进攻属性上面 可能会在下一波团战里面落后一点 现在两边的级级差距就是2000块钱 对 但这2000块钱打的后期是越来越不值钱 并且两条火龙 对 火龙是越来越值钱的 是的 斯马老在里面打得很凶 正面要小心 一技能被拉开 中路的防御塔要被推掉了 不过这一把的话 马哥的输出环境倒是挺好的 嗯 因为有一个猫咪 而且有队友帮他进场 他可以打一首哥 但是你要小心啊 因为对面的AOE太多了 是的 马哥要小心团战里不要被蹭到 马哥这把打到后期还是很难啊 因为对方毕竟手长其实 是的 而且有个胃对吧 如果你说真的是你这个点单点特别肥的话 命过那个胃过来给你一命换一命 现在正面有一个小的抱团 现在苏宁还是想打团的 而且塞拉斯现在的伤害能力其实挺强的 对 塞拉斯这边两件套 对 但杰斯的装备真的挺吓人的啊 这把这个小将Forge感觉打得很好 这个Forge选手真可以 他这把两个单杀 三个头两个是资历更生自己拿的 是的 不靠队友 中路还是想逼这个中路的伊塔 塞拉斯在侧翼 在正面有四个人来进行防守 杰斯也来了 杰斯来了你这个兵线就带不进去了呀 魏在旁边一直在寻找着机会 马哥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看一下要不要上 要上 就已经打到了 打到了马哥 马哥这边招水银 尼王那边怎么办 宁自己有点跑不掉了 现在没打到的尼王也没闪现 这一波马哥是有水银 水银时代的 这水银时代有价值了 有价值了 这一波直接把宁给带走了 而且正面是五人级 没打野 没打野 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先逼太多的塔吧 对 先拿塔 这边直接开大招逼了 这Blu-Blu也是很 很果断 但这边能上吗 打到定中 则山被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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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秒没开出来 这边大招这给Forge 但是这边鳄鱼也被杀掉 这个量子这边要打到了 马哥没人把马哥 马哥倒了 这边大招打得很漂亮 这边还要换这个大招 这边还换这个大招 他跑跑 JK拉五这一波神了 这一波IG又是招牌的三打五 凭借拉扯 哇 JK最后这个倒钩都出来了 他是死的时候倒钩拉过来 只有收掉了残血的人 JK这一波是拯救了IG 崩盘了团战 JK拉五这一波太夸张了 三件套了 又是三打五 IG三打五有说法的 看一下正面 四个人 其实上的还是没什么问题 先把走下秒了 虽然大家没打出来 但这个时候 注意JK JK一个人在旁边 选择了切马哥 单人过去出发两发暴击 大招半天被雨 拉开距离 一起都再拉回来 最后这个倒钩 太漂亮了 哇这好多羽毛啊 而且九总这个时候 虽然用自己的秒表 是躲过了这一波倒钩的伤害 但是杰斯活了下来 咱这一波不应该切杰斯的 杰斯帮JK是拉上了很多的空间 没人管这个右边的JK了 这都是JK自己的选择好 然后Maple直接是上去切杰斯了 其实 这一波其实不太应该 杰斯说实话 在塔下有一个秒表非常难死的 他是当时满状态 而且持续输出能力的话 肯定是JK要好一点 还是AD厉害的 哇这一波JK的侠有说法的 我觉得JK的侠也是有说法的 这样的话这一波火龙团 噢 鳄鱼没有出龙刀 所以说他团战里面的伤害能力 没有那么强 这波应该能打掉 杰克拉五十一波不在 偷了一波 偷了一波 过来想硬打 尼克往上走 特拉斯偷了尼克的大招 这一波可能是苏妮想接团的 正面怎么说 魏自己被鼓励了 但IJ也要留人 魏这边被魅火赶走 被拉到了敌王 诶 正面侠没来啊 自己可能要死了 敌王这个位置的话 有点太落单了 对我完全给不了帮助 但是IJ直接选择靠中路 诶 其实这一波 霞如果在正面的话 赛拉斯过去打宁 正面IJ是可以开的 主要第一时间感觉IJ好像没有 特别像那一条龙团吧 当然是因为杰克拉五在往上走 对 他半道才回来 这波很奇怪 但现在整个的局面上 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上校给到的 我觉得比较合理吧 比较合理 比较合理 IJ优势是有的 因为他这个阵容 像妮可 像霞 对位的英雄要比对方 这两个英雄要厉害一些 但是刚才这条火龙 苏妮拿下来 是很关键的 是的 三火龙就是根本没法打了 对 非常关键 这条火龙拿下来的话 苏妮把整个的局面盘活了 刚才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七三开的局 现在我觉得六四给的都 有点 有点 因为现在两枚 两枚是一样的 对 现在就看哪边能把握这个机会了 而且马哥现在也三件套了 这个位置很刁钻 哎呦 绕后了 这个大鳄鱼 过来要秒掉紫下 紫下还是一个秒秒的 当然都看不出来了 杰克老师也被晕了一下 但是妮可已经先死了 没有没有的话 应该也是要阵亡 杰克的后排很关键 而且杰克的位置输出 非常的完美 还没人管杰克一直在输出 路线已经阵亡了 杰克强硬换杰克 没伤害 这边妮可已经一个秒秒 拖延一下时间 没跑这边 只能敲爆炸 霞拉斯这边的不然 是没有下到大龙圈 他选择从上面走 这波是一定要追的 虽然把妮可秒了 但是没人管这个 尽力选择能回家 没为什么下来了 要TP了 这波TP要打大龙了 看一下这边有阵眼 能够看到 QG能直接过墙 没跑被秒掉 又是一波 solo kill 反正打不过 抱着这把也是发飞了呀 而正面的大龙 这三个人是可以轻松的拿下 哎呦 甚至可以等一下人 看要不要等啊 虽然杰克刚绕后的位置很好 但还是没人能控制了 您这里血量太低了 没人能控制了 然后杰克俩的输出呀 杰克俩这三角套的侠 A得太爽了 知名节奏 刚才Bepo过去的时候 是选择了正面打这个 正面先秒掉了这个妮可 然后杰克才进的场 他们好像第一时间看到妮可了 然后就直接把他给 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一波鳄鱼绕后的位置非常的好 过来直接打 这个第二时间到 正好躲过一旗 然后这里拉斯 反身Q BiuBiu虽然在管 但是一个鳄鱼 管不住啊 未过来这一波很关键 他一个Q只能把鳄鱼打飞 然后杰克俩身上还有一个护盾 而且Forge直接把马哥给秒了 Forge直接把这个杰斯打的也是太好了 杰克俩拉伍啊 这把双C IG的双C 这把Forge的发挥也是让人头皮发麻 是的 其实这把子晒倒是没怎么发挥 他本身的数据也不是很亮眼 团战也是成为了一个被攻击的把 这把子晒线上被N了 没有上一把线上打那么舒服 对 但这把必须要说这个Forge真站出来了 你想他这些单杀 你看双C嘛 双C两个人承担了版 这不好的伤害啊 8000的伤害 整个团队打了1万 这波有大龙buff 特意继续往下推 很可惜啊 真的是输 就是中路那波团是最可惜的 我感觉对于苏宁来说 现在有了大龙buff之后 再加上两条火龙 对于破壳阵容的加持 正面的团战现在苏宁很难接 就到了马哥 马哥那边赶紧拉一下 马哥现在水银也用掉了呀 后续如果马哥再受控制 可能正面的团战就要崩盘了 又一炮打到 这个时候妮可在旁边 一起能试团和寻找的机会 九头能不能找到一个机会 哎呦 这下一波炮车兵又来了 又一炮打到老狼身上 正面直接选择了一路上 尔宁毕出了自己的闪现 正面下车 反向漫前飞 是什么意思 伟伟这边看几个苗表 这边第一个大招 哦呦 这边没跑打得很好 但是队友能输出吗 没有呀 跟不上 马哥 马哥那边又被Forge切了 又是Forge 放这边直接单秒马哥 Triple kill 哎呦 Forge这一把 是真的神了 挡不住了 只有一个鳄鱼 这一波虽然Maple开得很好 但是没有鳄鱼的帮助啊 没有输出点了 正面控住 塔下选择了强行击杀掉鳄鱼之后 只剩下门牙的苏宁 是无法带自抵挡IG的进攻 这一把看完只想说一句 Rookie对安误念 真的要把掌声送给这位小匠 Forge这一把真的是 Forge现在的IG真是越打越好了 这一场比赛两个C位 绝对C绝对C 双C是完完全全把可能正在 就即将崩溃的团队给拉了回来 对于苏宁来说这把太可惜了呀 这个Forge打团打得好 我每波团队都看他那个 就就往马哥身上传 抱着这个小匠 我是觉得真厉害 抱着全场打出了最高的伤害 24000 嗯 哇这一把 怎么说呢 这把我要说的就是感觉 帮了很多之后 他其实太偏团队了 自己也没什么节奏了 对他太偏团队了 就真的没有把鳄鱼 卢仙这两个英雄的特点发挥出来 是的在中期 本来应该是这两个英雄发力的时期 特别强的一段时间 你看宋金他这个经济 最多拉台到2900 但是一下子就顶不住了 对 因为他一个阵容到25分钟往后 开始走下坡路了 等着霞三线套出来 就是走下坡路的 是的 这把确实 让我们见识了一下这个 埃及这个 这包子的一个表现吧 他之前赛拉斯 大家挑衡他这个赛拉斯人助力 但是他的刀妹杰斯今天拿出来 效果都很好 至少这三首英雄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都是现在看来一流的一流的使用 那这边请给大家上京东集战马 欢迎来到京东商城搜索战马 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赢取2019 巴黎电竞之旅能量大奖 这个确实打得好 这个没什么话好说的 哇 这把真的是厉害 对 Maple其实在中期的几波团打得不错 对 但是没办法阵容所限 对 最后一波大招也是大了好多 至少四个人 是的 但那一波的话 没有人补伤害了 后于正好回家补给 上路这一波的月塔 其实是给到了 风鸣反打的一个机会 对 其实IJT把在上路打了两波 都没打出效果来 是的 然后九筒过来收两个头 九筒这一波过来 直接一个冰原爆弹 这很爽 打着赶着两个人往后走 然后来一个Q 这是没有地方跑的已经 上路的这一波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BiuBiu 有点没有想明白自己的伤害 对 他放着这里几个单杀好吧 很冷静 这个点燃很重要 对吧 他这个真的厉害 这两个单杀 这两个单杀 主要还想中了那波 你看那波 我们前面 打Niko没问题 这个时候他们想不明白 要开Forge 其实没必要开Forge 对这个大招如果 留给Jacky的话 已经打赢了 如果敢Jacky的话 这波不可能输的 Forge你看打完还是满状态的 听什么管Forge 这个倒勾能拉出来 真的太过分了 这一波也是Jacky大舞 刚才这样看的话 刚才应该是 真的是Maple的失误 大招直接给到Jacky的话 至少先把他慢前飞语骗过来 大招逼出来 你看这个杰瑟 你看这个杰瑟 就来了 这杰瑟每波都找这个马哥 然后正面回 再回归战场打收割 这两波团战好吧 就这个双C 双C 给力 炸了这波团战 鳄鱼先被打团 逼出自己的闪现 这边慢前飞语 是为了躲九筒的一闪吗 对躲技能 好快啊 这一看杰瑟 大招拉到 哇这个反应 有点夸张了 打算还是IG的强项 怎么说呢 这一场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春季赛IG 或者说之前 包括在世界赛IG 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点 这个团战只要操作拉满 操作拉满 操作只要能拉满 IG的这个特点就打出来了 对 就是全员操作怪 就是包括我们看到 就是去年打KT那场也是 赌上职业生涯的闪现 包括一些团战里面的极限反应 其实IG 往往在这种逆境当中 或者说军事的时候 撕开这个裂口的 就是他们的个人能力 是的 对吧 从春季赛开始意识到现在 那这一场又是让我们 见识到了恐怖的双C 对吧 双C发力 有点厉害 IG又是让一出样 感觉IG最近的比赛 反正2比1蛮多的 而且经常是第一把输了之后 第二把第三把迅速调整过来 是的 虽然磕磕磕磅磅 磴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周际赛好像是快开始了 今天24号了 这两中 临近周际赛 然后我们这边打周际赛的队伍的状态 都是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好事 外面这个周际赛咱们还有希望 还好 之前关于周际赛的问题 从来没有回应过 这一把的话确实是 又是一个让一追二 让一追二 苏宁已经做的足够好了 但是在这种如有神助的临场反应上面 确实也是败下阵来 这个Forge真的是这把证明自己了 我真的被打服了 打服了 就之前他的赛拉斯用的很好 但是他还没有展现出其他哪个英雄特别亮的 对 但今天这个杰斯太亮了 就我们作为这种 没法再操作的老年人 对于这种操作怪用的好的 都是很佩服的 好吧 很佩服的 感谢这些观众的支持 对 心境米饭不殴 宝兰的圈万牛 宋老师的中单 宋老师现在也是不知道回来没有 好像还在 也是慢慢来 现在是污蔑 否则这个小张圈打得很 我觉得能够真的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本来感觉 在埃金段时间你想连败 然后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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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哎 张来一个 帽不惊人 哎 长相有点憨憨的这么个选手 他真的很憨 憨好憨好 但是打得真好 打得真好 真的厉害 这把不出意外 应该是他来斩获这个MVP 这应该没得胖 哎 哇 直接在场上 恭喜他 第一个MVP 十一次击杀 33%的伤害战比 80%的参战率 只能说 只能说帅 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 一切都是以表现来说话的 哎 像这种数据 我觉得怎么说都不为过 11-1-8 可以说在几波团战里面 成为了马哥的噩梦 这这次每波团都敲马哥 否则以后应该跟我们一样 是不会被马哥请吃洋房的人了 所以这没法请 没法请 这抱着是 这也真的就二队逃六宝过来 真是逃六宝过来 上来就能用 用了还效果特别好 而且是越打越好 他对于这个赛场还没有窃场 他第一次受决定 就是因为打EDG是咋样 是 因为那次正好就如可以是前一天 对对对是我们 然后过来表现还就是中规中矩 第一天说实话没什么亮眼 中规中矩 第二场就感觉 哎 就第二个BO3 塞拉斯上来好像有点东西 任奈特打的有来有回 对 第三场就不演了 就上来就直接真实力拿出来了 不演了都来了 就我不折了 这面具撕下来 就是送一进 就是送一进 就是打法上包括英雄职也很像 对吧 那这边我们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把画面交给刘航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那首先要恭喜IG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采访的嘉宾是IG的中单选手Forge 欢迎Forge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来一句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IG中单Forge 欢迎Forge 是的 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了很多支持Forge 支持IG的粉丝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初登LPL 就跟队伍一起拿到了这个三连胜 而且今天最后一句也是拿到了MVP 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第一次赛LPL 就很极多吧 队伍也挺厉害的 也没有什么感应 队伍很厉害 说的很谦虚很可爱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IG的风格就是MONG 非常喜欢打架 今天的三局比赛也是把这种风格贯彻到了极致 那Forge怎么看待自己队伍的这种风格特别 每个风格 每个队伍都有每一种风格吧 我感觉还好我们这风格 还好 感觉这个Forge自带猛点 每说一句话 大家现场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比赛当中 今天的前两局 其实苏宁在对面是连续两局选到了这个YUMI 加上派克这样的下路组合 你怎么样看待对面今天前两局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游走很快 就能赢都是好选择吧 能赢都是好选择 那你怎么样评价马哥今天辅助位置上的一个表现 你觉得今天马哥辅助打得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吧 说得很简单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打到第20分钟的时候 你们有一波Rush大龙的决策 那一波非常的果断 当时那一波是谁做的指挥 是怎么考虑的 就我们当时有一条土楼 就大家一起做的 打大龙 大家一起做的 要打一起打 那下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这个IG之前呢 这个特点是这个永不加班 但是好像最近 这个加班 加的稍微有点多 那后者觉得这个加班 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觉 可能是Rookie不在了 还有版本变了吧 版本好像变了 打得有点差 顺便提到了一下自己的这个队友Rookie 看来还是跟这个队友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下一个问题 其实最近很多你的这个粉丝 包括很多网友 对你有一个爱诚 叫做这个焦太郎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照片 然后你对这个爱称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觉得像吗 看着是挺像的 有看过 没什么感觉吧 还好 看着挺像的 但是没什么感觉 那我们再来谈下一个问题 这个LPL 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顶尖的这个中单选手 那FORCE作为新加入到LPL大家庭的中单 你自己有没有最想交手的中单 是哪一位 就很想和Rookie交手 还有 还有欢迎左手吧 就 没了 最想跟Rookie和左手交手 据我所知之前你在这个国服峡谷之间的ID 好像就是这个IGRookie 所以你是这个Rookie的粉丝是吧 是啊 是Rookie的粉丝很喜欢Rookie 而且我觉得这个FORCE有现在这样的表现 我想Rookie如果看到的话 他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和欣慰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之前在这个英雄麦克风里面有看到 你在打完一部团之后 其实自己心里面是有点自责的 但是当时的队友宝兰是给你了很多的这个鼓励 那在你眼里你觉得宝兰是一个什么样的队友 就挺厉害的 然后挺会照顾人的 挺会什么 挺会照顾人 挺会照顾人的 我们宝兰是一个非常贴心的选手啊 这样贴心的选手 也受到了很多我们粉丝的喜爱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来自于哈皮潮玩社区的水友提问 这个水友提问是FORCE 你能不能把这个焦太郎的经典台词来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这是这个焦太郎的经典的台词来交给你 我们给FORCE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来三二一 我是一只吃香蕉的狼啊 我是一只吃香蕉的狼啊 FORCE也是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也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像FORCE这样 非常新鲜的血液加入到LPL 我们也期待FORCE和IG在之后的比较中 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让我们关注LPL 关注哈皮潮玩社区 畅饮哈尔滨啤酒 一起哈皮一起干 那接下来是由战马赞助的粉丝握手会的环节 今天的幸运观众的名单是 四排九座五排十七座 八排七座 十一排二十座 以及十五排一座 恭喜以上五位幸运的粉丝 我们还是先请上IG的其他续队员 登上我们的舞台 掌声有起 来欢迎 欢迎的Shy 欢迎我们的Jackie Lau 还有我们的宝兰 一起凌王 欢迎